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不过由于房车的车体比较大 日常停放的时间也长 房车停放问题已经引发了韩国社会的关注 更多的情况马上来连线在韩国的财经频道特约记者刘征 刘征你好 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你从韩国了解到的情况 好的 思权 雪松 我现在是在距离首尔市区20多公里的经济道金浦市 根据防疫规定我需要佩戴口罩 这里是在一个居民区的附近 在我旁边就是一条通往公园的小道 我们来看一下这条道路现在基本上一半都被违规 停放着各种各样的房车所占据着 刚才我也是粗略的数了一下 在前后不到200米的道路上停放的房车有多达近20辆 大家看一下我旁边这辆拖挂式的房车 甚至已经盖上了车衣 看来是打算要长久停放的 那尽管这条路上的通行车辆非常的少 但是一旦有车辆经过尤其是在汇车的时候会非常的不方便 那随着买房车的韩国民众不断的增多 专用车位不足的问题也是日益凸显 很多的房车车主呀不得不把房车停在车流量小的偏僻小道 各种公共停车场甚至是小区里 然而房车长期停放呢不仅影响车辆通行 适容适望还常常引发车位争议 早在2016年呢韩国交通部门就为了迎合人们露营文化休闲的需求 增设了驾驶脱挂式房车所需要的小型牵引车驾照 去年的1月到10月在随着这个喜欢露营的年轻人不断增多的大背景下呢 得到这类的驾照的20多岁的驾驶者也新增761名 同比增加了三成 与此同时呀韩国国土交通部统计显示 2019年底的时候韩国的房车总量呢是约为2.5万辆 而去年底的时候呢房车总量呢就突破了3.8万辆 同比猛增百分之53.8 虽然呀露营的时候很方便 但是毕竟不能每天都要露营 那房车的长期停放问题呢 现在呢也是引发了各界的关注 因为大家一看啊 不管是这样的拖挂式的房车 还是我旁边这辆的自行式的房车 它的车体很宽 转弯的半径也很大 那在停放的时候就会影响到两边的车辆 那目前呢仁川市的一家公共停车场 就改造成了房车专用停车场 停车率从以往的2% 提升到了78% 一些长期停放的这个车位啊 甚至是需要排队来预约的 既解决了房车停放难题 也令停车场收入大增 那随着疫情的长期化呢 越来越多的韩国民众也是加入到了露营的队伍中 不过在露营地预约难 房车停放难且费用高的背景下 不少的民众开始倾向购买空间宽敞的休闲车型 统计显示去年韩国五大整车企业国内SUV的销量呢 同比增加15% 占到汽车销售总量的近一半 相当于每卖出两辆车就有一辆是SUV 而装载能力 座椅的调节程度 音响系统等可以方便露营的特点 如今也成为了韩国车企的营销卖点 以上就是我们从韩国带来的观察 咨询学松 好的 谢谢刘真 看来疫情也催生出人们对于休闲经济的种种改变 疫情之下人们的休闲娱乐方式也发生了改变 在韩国不仅是露营帐篷 房车也受到了民众的青睐 不过由于房车的车体比较大 日常停放的时间也长 房车停放问题已经引发了韩国社会的关注 更多的情况马上来连线 在韩国的财经频道特约记者刘真 刘真你好 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你从韩国了解到的情况 好的 思权 雪松 我现在是在距离首尔市区20多公里的经济道金浦市 根据防疫规定我需要佩戴口罩 这里是在一个居民区的附近 在我旁边就是一条通往公园的小道 我们来看一下这条道路 现在基本上一半都被违规停放着各种各样的房车所占据着 刚才我也是粗略的数了一下 在前后不到200米的道路上 停放的房车有多达近20辆 大家看一下我旁边这辆拖挂式的房车 甚至已经盖上了车衣 看来是打算要长久停放的 那尽管呢 这条路上的通行车辆非常的少 但是一旦有车辆经过 尤其是在汇车的时候会非常的不方便 那随着买房车的韩国民众不断的增多 专用车位不足的问题也是日益凸显 很多的房车车主呀 不得不把房车停在车流量小的偏僻小道 各种公共停车场 甚至是小区里 然而房车长期停放呢 不仅影响车辆通行 适容适望 还常常引发车位争议 早在2016年呢 韩国交通部门就为了迎合人们 露营文化休闲的需求 增设了驾驶脱挂式房车 所需要的小型牵引车驾照 去年的1月到10月 在随着这个喜欢露营的年轻人 不断增多的大背景下呢 得到这类的驾照的20多岁的驾驶者 也新增761名 同比增加了三成 与此同时呀 韩国国土交通部统计显示 2019年底的时候 韩国的房车总量呢 是约为2.5万辆 而去年底的时候呢 房车总量呢 就突破了3.8万辆 同比猛增53.8% 虽然呀 露营的时候很方便 但是毕竟不能每天都要露营 那房车的长期停放问题呢 现在呢 也是引发了各界的关注 因为大家一看啊 不管是这样的 拖挂式的房车 还是我旁边这辆的自行式的房车 它的车体很宽 转弯的半径也很大 那在停放的时候 就会影响到两边的车辆 那目前呢 仁川市的一家公共停车场 就改造成了房车专用停车场 停车率从以往的2% 提升到了78% 一些长期停放的这个车位啊 甚至是需要排队来预约的 既解决了房车停放难题 也令停车场收入大增 那随着疫情的长期化呢 越来越多的韩国民众也是加入到了露营的队伍中 不过在露营地预约难 房车停放难且费用高的背景下 不少的民众开始倾向购买空间宽敞的休闲车型 统计显示去年韩国五大整车企业国内SUV的销量呢 同比增加15% 占到汽车销售总量的近一半 相当于每卖出两辆车就有一辆是SUV 而装载能力座椅的调节程度 音响系统等可以方便露营的特点 如今也成为了韩国车企业的营销卖点 以上就是我们从韩国带来的观察 自宣 雪松 好的 谢谢刘正看来 疫情也催生出人们对于休闲经济的种种改变 여러분 안녕하십니까 반갑습니다 김성현 강사입니다 오늘도 저와 함께 CCTV 뉴스를 공부해 보시겠습니다 오늘은 한국 소식을 준비했습니다 보시면은요 疫情之下我们的休闲娱乐方式也发生了改变 在韩国不仅是露营帐篷 访车也受到了民众的青睐 不过由于访车的车体比较大 日常停放的时间也长 访车停放问题已经引发了韩国社会的关注 各位观众的情况 我们马上连线在韩国的财经频道特约记者刘正 留情也好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你从韩国了解到的情况 라고 이야기하네요 疫情之下 지금 이 코로나 사태로 여러분들 COCN 유일러 사람들의 COCN은요 여가 혹은 레저 둘 중 하나는 여가생활 그래서 유일러 방식 여가와 유일러 그리고 오락을 즐기는 이런 방식에도 파슬널 가입에 변화가 생겼는데요 在韩国,韩国에서는不仅是露婴 露婴하면 캠핑으로 오시면 되겠죠 그래서 캠핑장 하면 캠핑 텐트나 텐트뿐만 아니라 房车, 캠핑카라고 하시면 되겠죠 방을 들어오는 거예요 그래서 캠핑카가 也受到青睐 百万 번 나오죠 너무너무 큰 사랑을 받는다 民众,韩国인들의 사랑을 받고 있어요 不过하지만 由于 뭐 때문에 房车的车体 이 캠핑카 차체가 정말 比较大 크죠 그래서 평소에 차를 안 탈 때 주차를 두고 둬야 되는 그대로 갖다 두는 시간도 길어요 그래서 이 캠핑카를 어디에 주차하고 어디에 둘 것인가 하는 문제가 이제 한국사에 관심과 주목을 일으키고 있죠 거기에 많은 사람들이 관심을 갖게 되었다는 거죠 더 많은 상황에 대해서 바로 연결해보자 자 한국사에 있는 류정특파원을 연결해보겠습니다 류정님 하 류정씨 안녕하세요 그러면서 뭐라 그래요 이렇게 우리에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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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한국에서 류정특파원을 연결해보자 바로 경기도 류정특파원을 연결해보자 그렇다네요 그렇다네요 그래서 오늘의 칸이 시작 자 보실까요 이 도로를 한번 보실게요 신현자의 지번샤 지번샤 거의 대부분 이빨 또 절반정도가 베이오의 궤 불법주차죠 규정을 위반해서 뒹팡 주차되어 있는 끄는 권량도 팡처 카양각세 정말 여러가지 다양한 캠핑카에 의하여 베이소 피동국물이잖아요 짠쥐이죠 점거되어 있어 얘네가 이 길을 다 막고 차지하고 있어요 깡사요 제가 대략 슐레이샤 한번 세 번째인데요 자야 진호 옆디 롤 200미터 도체 안 되는 그 리에 킹팡 다 벗쳐 주차 되어있는 전세여져 있는 캠핑카가 도달 진 20라 바로 거의 20라 더�라 다 오용 uber서 자자 자자 저쪽 좆 지속 甚至已经盖上了车衣 看来是打算要长久停放的 尽管这条路上的通行车辆非常的少 但是一旦有车辆经过 尤其是在汇车的时候会非常的不方便 然后我来讲过一点 大家看一下 我旁边这一辆车挂 是上车流动的 就是在汇车里的一扇猪 我就来说 是在汇车的团车里面 水戏上车辆的 主持人家在手柘辆 可以迫在一个地方 在警察中间的邱际 当一共的车 如果这个车可以通行在行车那样 的车 车车可以通行的人 但是 一旦又车一共 但是车一旦 一旦是一起开玩的 这座种人 是否这次车 这一旦是车 就是车的车 所以这个车就在车上 很接近的 对于车的车 真的 车车的车 跟车走 这样的车 走 就像看过一样的 这个 这种情况就会非常不便宜 所以这种情况就会非常不便宜 非常不便宜 随着买房车的香港民众不断的增长 转用车外部的问题也是日渐突显 很多房车车主不得不怕 房车停在车流量小的偏僻小的 各种公共停车场甚至是小区里 随着买房车的 캠핑카를 구매하는韩国民众 韩国인들이不断的增长 계속해서 늘어나요 转用车外 转用车外部的转移车在不足 不足的问题也是日渐 日渐来的日渐突显 突然之后不断的房车车主 所以这种情况就会非常不断的 但是不断的 把 什么的房车 渐停在哪里 车流量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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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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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停车场 我们在 公共停车场 公共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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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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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那些 房车长期停放 不仅影响 车辆通行 失容失望 还常常引发 车外 早在 2016年 韩国交通部门 就为了 引导人们 露营 文化 休闲的 需求 增设了 驾驶 脱瓜式 房车 所需要的 小型 轻轻车 驾照 差 不仅影响 车 车 车 通行 车 车 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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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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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常引发 그리고 자주 유발해요 车外 주차장을 둘러싸고 왜 그러냐면 여기가 하나 들어가면 일반 주차장이 세우면 두 대 이상 차지해버리기 때문에 다른 차들이 주차자리가 없거든요 자 어제 2016년에 한국교통당국에서 웨일러버학에서 잉허 휘채 이런 소위에 부응해주기 위해서 로잉 워 화 슈 센 사람들이 캠핑문화를 즐기고 캠핑룰을 통해서 여가를 즐기는 사람들의 니즈를 충족시켜주기 위해서 거기에 부응해서 정셜 늘렸어요 자시 볼 수 있는 토과서 방청 카라반 즉 카라반 디에트레일러식 니캠핑카를 볼 수 있는 내所需要 필요한 소심 친인척 소용 견인자 자장 운전 면허시험을 다 진설했다고 해요 추는 1월 10월 자이소 시환 로잉 연인 연인 부담 정도의 대빙 경향 자장 20도 자시 신청 761명 통비 정자라산청 자 작년 1월부터 10월까지 자이소 이런 캠핑을 좋아하는 연인 젊은이들이 보도한 정도 계속해서 늘어나고 있다는 이런 시대적 배경 다 베이징 큰 배경 하에 더다 얻은 이런 운전면허를 취득한 20대라고 보시면 되겠죠 20대 운전자들이 또한 신청 치발레오 이내 1월부터 10월까지 새로 면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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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1명 에요 그래서 통비 통기 대비 증가 3成 30% 정도가 늘었다고 보시면 되겠습니다 면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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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한국 한국 팡처 종량 전체 캠핑카 대수가 외우에 얼마 25,000대 였다고 해요 그런데 지난 시험 작년 말에는 어떻게 됐어요 팡처 종량 투포로 산 디아 면허 3만 8000대를 넘어섰고 동비 같은 기간은 동기 대비 멍성 확 능게 53.8% 가 급증 했다고 하네요 수의 면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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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캠핑카 집에 있으면 저희 아들도 맨날 사자 그래요 그런데 둘 데가 없네 갈 시간도 없고 면허 면허 이 캠핑을 할 때는 면허 편하게 있으면 하지만 비중 어쨌든 부능 매일 매일 캠핑 안 되잖아요 어 방차도 장치팅 파 원티 그래서 어 안 쓸 때 이 캠핑카를 어디에 오랫동안 장기간 동안 둘 것인가 이 문제가 현재의 인파 면허 많은 각객 관심과 주목 여기에 쏟아지고 있다는 거죠 왜냐하면 여러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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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이런 이런 차량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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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輪警察收入大宗 要喊 因為大家要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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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要喊 不管是A 還是B 是B 是A 是B 是B 是 這樣的 是 這個 卡拉巴 是 卡拉巴 或是 旁邊車 是 這個 這個 就是 我們 普通 說 是 這個 是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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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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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搖划单的 板字 一凲再翻转手间 把这一张眼神团的 Intersector Eles这样的装置 就能配合手机 这次是只差一座 用信息 下方的转积 在电池上的转积 所以,平台转积 它就要负转积 在电池上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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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池上 房型飞車上 空 floppy 看筆的情況 敵車率 職員 以前 車款 用率 不足 到 7% 78% 成立 非常 往 期間 將期間 有 廟 需要 去 穿 快 这几个摄影机会解决了房车停放 难停 这三个 一 キャンピング卡 出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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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格里斯买的 令停车上 收入大造 出餐的税率都没有了 1% 到了 78% 随着疫情长期化 越来越多的韩国民众加入到 露营的队伍中 不过在露营地 于越南 房车停放难 出餐的费用高的费用下 不过在民众开始 清香购买的空间 宽敞的 休闲车行 随着疫情长期化 コロナ的长期化 越来越多的韩国民众 更多的韩国人 更多的韩国人 加入 都要 都要 出餐的 出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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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在露营地 出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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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餐 Happy 出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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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 cares 我 rounding 被 出餐 在购买空间宽敞 空间里得几款休闲车型 雷尖用车辆 购买 所以 我认识 统计显示 去年韩国五大整车企业 国内SUV的销量 同比增加15% 占到汽车销售总量的 进行办 相当于 没卖出两辆车 就有一辆是SUV 而装载能力 座椅调节程度 音响系统等 可以方便露营的特点 如今也成为了 韩国车企的营销卖业 以上就是 我们从韩国带来的观察 思选 统计显示 统计 昨年韩国五大整车企业 整成的完成车企业 五大完成车企业 国内SUV 国内SUV销量 一大都平显到 两个人 一大都平胀 一大都平胀 一体只一大都平胀 一大都平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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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胀 驰子床 太自动力 空胀 但是家庭背了空拼牙手河他就像現在這麼蟻長透對 你懂過腳太遠喔 soldier叫父親 從現在國家的很多車che 商創業監導監語 叫我好轉 Selling Point Marketing에 딱 핵심으로 주고 이거를 적극적으로 사람들에게 밀어붙여요 以上就是 여기까지 我们从韩国带来的观察 韩国에서 전해드렸습니다 이 정도 보시면 되겠죠 진행자님 이렇게 아나운서님 부른가요 好的 谢谢 류정 류정씨 感谢 卡拉 이 징의 쇼이상 최 남은 도의 수신 진지 다 종종 가입 자 류정씨 감사합니다 칼라 이 뭐 한 거 같네요 一陣 hoy bongola的带 OUR CHUIS1 CHU 有多个大选择 对 tener一个上升的 有后来的 如果不是这个 bye 熊贴 并不感觉 这个人的 我感觉到 我感觉到 有io的关系 有员作为 我感觉到 コロナ的 我感觉到 有些人感觉到 我感觉到 你感觉到 这样 有些人感觉到 有峰 有一些人感觉到 都不做了 所以 有些人感觉到 我们感觉到 比较適合的 这样的感觉 对着我们的 好吗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在韩国的财经频道特约记者刘征 刘征你好 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你从韩国了解到的情况 好的思权雪松 我现在是在距离首尔市区 20多公里的经济道金浦市 根据防疫规定 我需要佩戴口罩 这里是在一个居民区的附近 在我旁边就是一条通往公园的小道 我们来看一下这条道路 现在基本上一半都被违规 停放着各种各样的房车所占据着 刚才我也是粗略的数了一下 在前后不到200米的道路上 停放的房车有多达近20辆 大家看一下我旁边这辆拖挂式的房车 甚至已经盖上了车衣 看来是打算要长久停放的 那尽管这条路上的通行车辆非常的少 但是一旦有车辆经过 尤其是在汇车的时候会非常的不方便 那随着买房车的韩国民众不断的增多 专用车位不足的问题也是日益凸显 很多的房车车主呀 不得不把房车停在车流量小的偏僻小道 各种公共停车场甚至是小区里 然而房车长期停放呢 不仅影响车辆通行 势容势忙 还常常引发车位争议 早在2016年呢 韩国交通部门就为了迎合人们 露营文化休闲的需求增设了驾驶 拖挂式房车所需要的小型牵引车驾照 去年的1月到10月 在随着这个喜欢露营的年轻人 不断增多的大背景下呢 得到这类的驾照的20多岁的驾驶者 也新增761名 同比增加了三成 与此同时呀 韩国国土交通部统计显示 2019年底的时候 韩国的房车总量呢 是约为2.5万辆 而去年底的时候呢 房车总量呢 就突破了3.8万辆 同比猛增百分之53.8 虽然呀 露营的时候很方便 但是毕竟不能每天都要露营 那房车的长期停放问题呢 现在呢 也是引发了各界的关注 因为大家一看啊 不管是这样的脱挂式的房车 还是我旁边这辆的自行式的房车 它的车体很宽 转弯的半径也很大 那在停放的时候 就会影响到两边的车辆 那目前呢 仁川市的一家公共停车厂 就改造成了房车专用停车厂 停车率从以往的2% 提升到了78% 一些长期停放的这个车位啊 甚至是需要排队来预约的 既解决了房车停放难题 也令停车厂收入大增 那随着疫情的长期化呢 越来越多的韩国民众也是加入到了露营的队伍中 不过在露营地预约难 房车停放难且费用高的背景下 不少的民众开始倾向购买空间宽敞的休闲车型 统计显示去年韩国五大整车企业国内SUV的销量呢 同比增加15% 占到汽车销售总量的近一半 相当于每卖出两辆车就有一辆是SUV 而装载能力座椅的调节程度 音响系统等可以方便露营的特点 如今也成为了韩国车企的营销卖点 以上就是我们从韩国带来的观察 咨询 雪松 好的 谢谢刘真 看来疫情也催生出人们对于休闲经济的种种改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